那你说那我修善 我不住行不行 令人经告诉你不住 如同龟毛兔角 你不住 你怎么可能不住 你说我修善我行善 我念念不再认为 不以为我行善 你那个都是假的 你不以为 你嘴巴说不以为 实不就在以为了吗 就如同令人经讲的 七处真心里面 你说不住 无浊之时不就在浊吗 要是根本没有 就根本不要说不住 也不要说无浊 你现在要讲到无浊 就是有浊 那有的人不懂这些文句 所以他搞不清楚 所以有的人就会认为 嫩言经是伪经 但你不知道他自理行间 指导行者 念念下手之时 那种能够真正在心上修行的人 他才知道那种 每一个自重的维系 所以他在无浊之中 你要怎么样在浊与无浊之中 跳得出来 不是让你用任何世间语言 跳与不跳 那都不是世间文句 那是熟悉觉得的是谁 那熟悉觉得的是谁 你有浊无浊 浊与无浊都是怎么 都是感觉 但是你要在感觉上面 你有一念心 就敢担当如是感觉上面时 你念念知道 它其实一体视觉 决心要在哪里看 决心就在感觉中看 但是感觉这么强烈 浊与无浊之中 想你完全忘记决心 你在浊与无浊之中 再多加解释 强加解释 都叫流转 那都叫做流浪 但是你却要在浊与无浊之中 你不能回避 你再回头观他之时 你要站在决心上体会 那都叫什么 那都叫做当下灰光 那都叫开智慧的内言 因为智是怎么写 智者 我常讲这个智字 智者从之 从日 日如大照 任何的之 就是任何的念头 任何的之见 要立在日上 就是你不要忘记 有个绝得的大照 你要是忘记了一切 能知的是那个日 你所有的知 就是流转 那就是感受之中的 种种流转 但是你要在过去 那种之中 你以为的流转之中 都知道能觉的是谁 就是那个智 所以转世成智 是怎么转 不是有个念头 你把它转开 叫做智 不是有个念头 你强加解释它 叫做智 转世成智 就是本来是是 是 中国字写的多好 言 一个言字旁 一个音 一个交割 言音交割 就叫意识 但是如何转这个意识 因为任何的言音交割处 都不离知 但是这个知 都是决心的 大日所照之之 那是智 所以任何的感受 怎么样交割都在 但是你是念念明白处 叫明心现前 你只要这样子天天回光 天天熏悉 周有一天 你在感受这么强烈处 感受的种种造作过去 你以为那种最沉闷处 你以为那种众生的一定流转的那种氛围里面 你突然有一天明心现前 那个明心现前 最初也就是儒家讲的明明德 那个明心现前 可能也是佛门之中讲的出之能所 那个明心现前就如同观世音菩萨 原同章讲的出一文中 入流亡所 如是而已 但是你只要有一点滋味 明心现前 你就不是感受的那种知 就不是意识的交割 你可以明白如是意识 但你明白处就不是一定流转 它可以明白叫做它可以知道变化 但它永远不变 你的心永远不会变 这个讲起来 或许你们大家认为说觉得悬 其实不悬 所以我常用镜子做比喻 镜子一定能够什么 照现千变万化 镜子正在照现千变万化处 是镜子根本不变处 它要是变 它就不能千变万化了 所以决心也一样 它就是能够启成千变万化 它就是启成千变万化处 它从来就是什么 从来就是根本原清静体处 清明处 原来根本就是清静处 所以它就清静讲的不急不离 你说它感受 它是感受吗 它不是不急 但它不知道感受吗 不离 当下不急不离 你能在不急不离 这个当下上这四个字 你从此远距 你可能才知道 你平常的心在哪里